洪達不會進高架收車 不會也好笑耶 保值中的保值車款 我都會覺得好恐怖喔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換回家嗎 換回家 Yo大家好 歡迎來到洪達來收車 我是晃多萬 主持人中華少爺 我是阿佑 今天要來收購一台 保值傑 又稱保值傑 今天這台算是數一數二的保值神車 他這一台連他的上一代 爸爸或爺爺貝也不管 反正他上一代的也非常非常保值 那今天這一台算是保養完隔一天就賣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覺得很可怕 對啊 為什麼 感覺好像是保養是不是車子壞了 對啊 是不是要壞掉要賣是不是 我們接下來來聯絡車主 我們去地下室看一下 走 好 接下來來到地下室 三分鐘搞定 粉絲就是這麼阿沙利 今天這台是2020年的718GTS 那剛剛有講嘛 車主剛保養完 嚴格來講保養完不到24個小時就把它賣掉 給大家看一下718GTS保養多少錢 公單在這邊 其實我很常跟你們講 這就是有的時候你們回去原廠 要不要讓妹妹們覺得你 大哥你大氣 我只能說他們是 要求還美 近乎苛窮 但是有一些東西其實可以不用用 像是他這邊有很多什麼 清潔劑的東西啊 然後冷氣濾網 兩年開7000要換嗎 一般都是沖一沖就好 對 人家也才4000塊 兩年要換煞車油嗎 通常煞車油大概都兩萬以上才換 老實說 超前部署 對然後還有什麼碟盤清潔劑啊 然後還有超音波清洗劑 也太高科技 對然後很多東西 Lilicoco真的弄到來 上一次的保養費用是25900 這個718GTS的車主身份就是 與眾不同 能撈就撈 能學就學好不好 大家跟著哨文的腳步 一起來檢查這台車有沒有什麼瑕疵 就當作大家現在都是孤車的人 好不好 我們來看到現場 首先看到這個犀牛皮 犀牛皮 很加分 你看它這種就是有包到裡面 因為992之前那個是 它不想要給人家切 所以它就是只有 就是只有貼到板件部分 但是它這個是有往裡面凹的 這就是手工的 白色的車 紅色的棚 其實整體來講狀況都很好 但是唯一只有一個地方 這個旅圈其實算是有一些刮傷 其實我們原先來看車的時候 也有跟車主講 我們要加價都可以加 只是說這個車因為兩年開7000 我們要有很接近新車的狀況 我覺得袁大哥真的也顧得很好 也有加價 但是唯一就是這個旅圈 就是有稍微有一些些傷痕 然後這個回去的話 幫大家整理好 你這種意思 有的時候你賣便宜的車 大家可能便宜一點就算了 這個金額對不對 七位數又好幾個漆 你知道嗎 好幾磚的東西 這個金額比較高 還是要近乎比較完美的狀況 然後但是它 其它整體的漆面 因為有包新牛皮的關係 再加上其實袁大哥本身 開車應該沒有到那麼快 所以其實整體的漆面 顧得還算可以 然後車上的感覺的話 也算OK 其實有時候買這種車 因為最怕有一些就是會在車上抽煙 對會比較麻煩 但是袁大哥是很有氣質的 我剛玩過了 很假的 袁大哥現在在後面要說好話 雖然說沒有小姐姐的香味 但是有小哥哥的香氣 多管 他講這樣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開出去 我們再來詳細介紹它 好 好接下來我們已經把袁大哥這一台 718 GTS千來山上了 他就是為了這種山路而生的 這台車選配表 袁大哥不知道拿去哪 可能太多車 但是它的發票金額還在 是453萬8千300元 它是開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開7700公里 打個九折也要380 370左右吧 各位觀眾 怎樣 當國際高架說車不會好笑耶 嚇死你們 393萬 哇靠 393出 453 0.86 接近87折 接近兩年的時間 總共賠了60左右 一個月大概2萬多3萬塊錢 就可以開到這個車 你有沒有覺得它非常非常值得入手 這樣真的耶 對不對 而且仔細跟大家講一下 重點就是它的上一代車 981的GTS 它是配3.4的NA自然進氣的引擎 現在2014年的981 GTS 給你猜一下要多少錢 就6年喔 比它老6年喔 而且是上一代的喔 200 200整可以嗎 200不行 200不行喔 260 270 280左右 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價格 導致說 這一台車 它這2020年的718 GTS算是 我們講保值中的保值車款 詳細好不好開 等一下上路開給大家看好不好 那首先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台車的選配 一次攻頂 頂到廢的感覺 你懂我意思嗎 對 就是所以這台車原本420幾萬 跑車機時套件 跑車排氣管 電圈都有了 那它剩下就是一些小小裝點的部分 然後鋁圈黑色的烤漆 這是有錢的 對 然後這個 照彩色的 一萬塊 算是比較貴的是這一個 就是它是一個銅色的 這個銅色烤漆的 對銅色的烤漆 包含它後面的下勞流尾板 這邊跟一般的車子的造型也比較不一樣 還有車頭這邊下勞流黑色的一個處理 嗯嗯 亮光澤的 這個的話我覺得就選得非常之好 因為這個車 我跟你講就是燒包 講坦白 如果你要操控的話 你就買CAMON 如果你想偶爾操控偶爾燒 那你就要買BUCKSTER 因為BUCKSTER可以開篷 那開篷之後 大家其實最喜歡看的就是這一塊 雖然說我們不是718 SPYDER 我們沒有套那麼高的預算 有那個駝峰 但是至少如果它這邊是銅色處理的話 會看起來是比較優雅的 亮眼很多 如果沒有的話 好像是黑色素餃 應該是素色的 對對對 這一台還有我最喜歡的 紅頂 紅頂 我覺得這超帥的 它這是酒紅色的 顏色你不要問我 你講的沒錯 然後剩下一些小東西 包含免鑰匙的摸摸 450幾萬還是沒有免鑰匙 這要選 對要選 黃色安全帶 可是它的錶底沒有選顏色 所以它就是黃色安全帶加了一些錢 整個弄下來的話 噴不噹噹 這樣也要30萬 因為718大家知道 這個BOXER它算是MR配置 M就代表是M Middle 中間 中置引擎 R就是Rail 後輪驅動 對後 中置引擎後輪驅動 所以它前後呢 都有置物箱 這就是跟911最不一樣的地方 前置物箱的空間跟911 我真的我每次開 我就覺得目測好像一模一樣 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好像真的都差不多 還是共用的 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就是這樣 反正前後的話 大概就是各100多公升 當然就是比較寬 但是比較沒那麼深 這一台車 雖然說前後都有置物箱 但是它就犧牲了後座 後座板也就不能這麼冷 如果有那個後座後座可以這樣倒啊 那就可以請副駕 因為我想彎就彎 718 或不然是BOXER或K門的話 頂到最底就是這樣 因為這後面是沒有位置 這邊一樣有一個 給中置引擎散熱的一個導風口 原廠配胎應該是 對PS4S的輪胎 那有一些人下賽道 可能會換到就是Cup 2的輪胎 這是265 35 20 前輪應該是245吧 235 235 35 20 就標準啦 可是你要考慮到它的重量 其實是差不多 重量沒有很重 對 好啦 718 GTS就是這樣 有沒有保值到讓你嚇到吃手中 真的很恐怖 如果說你買回去 如果再開個三年的話 你覺得會賠多少錢 我自己認為 我覺得如果你這個車回去再開個三年 應該也很難二開頭 你像現在981 GTS的時候 它再怎麼疊 再過三年可能是變成200區 這一個車跟它足足差了6年 大概也真的是還要再貴到100萬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 各位好朋友們 不要看它是GTS 覺得很難以入手 雖然說剛才保養單是真的有點貴 但是以車輛折舊來看 我覺得這個比2.0的好像沒有多虧多少錢 不要說2.0的光是S 你要找到有跑技 有跑牌 有這個免鑰匙就好 加一加也是那個錢 而且再加上現在缺車缺晶片 我們要不要現在來幹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來把這台車車上的配備 我現在打開我的手機 打造你的保時捷 我按一個如果是2022的718 BOXS就好 我跟你看到選到這個金顏要多少錢 首先第一個它是白色的車 白色沒有加價 但是頂棚的顏色 誒靠靠這哪一個是紅色 最後一個 對 有點尷尬 誒紅色的棚不用加價 然後這個是S的鋁圈 20吋的 這個 這個 這一咖 這一咖鋁圈 然後輪圈是以高光澤黑色烤漆嗎 還是消光黑色烤漆嗎 我這樣要7萬 我會暈倒 快點說已經420餐了 靠靠 然後內裝部分它這個沒有選 然後所以它就是兩項的跑車座椅 然後這個也沒有選電動座椅 沒關係 外觀烤漆套件嗎 是這個嗎 對啊 真的是這個 這這麼貴喔 這多少 7萬6 又是7萬多 7萬6千元的外觀銅色的烤漆 那你防滾桿也要選 防滾桿應該是包在裡面 包在裡面嗎 要點 不好意思沒有包在裡面 所以已經434萬 TASM 然後還有跑技 然後跑牌已經標配 所以現在是只要選跑技而已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舒適套件 免鑰匙 免鑰匙要選 3萬4千元 前後這個要選 前後攝影機要選 然後內裝GT方向盤要選 這個新的也都沒有橫溫空調耶 靠腰 400多萬的車都不給橫溫空調 對啊 競速黃安全帶 1萬6千元 好啦差不多就是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摘要 現在如果你要去訂車的話 718的Boxer S喔 沒有GTS喔 空車價就408萬 選配到這些東西 466萬 比他原本還貴 各位觀眾 那個潛在銀行的趕快領出來了啦 真的 車子一直越來越貴 到底是怎樣 很誇張耶 買S的選到這樣 竟然還比他當初 454萬還貴耶 為什麼我們敢跟 就是元大哥收購到393萬 我覺得也是有他的一個原因在 就是 因為我們在收購的 這第一線是 除了是給我們的客戶 有一個好的價格收購的話 也是要保障來買車的 是一個合理的價格 那我相信這個價格 絕對是 合乎行情 而且買回去非常非常的保值 我們上車內 內裝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發一下 這台車它的馬力是365 只有多15匹 有錢能跟你想的很不一樣 這個元大哥就是當初也會覺得說 選一選都跟GTS沒什麼差 那我就乾脆直接買GTS就好 而且它這個想法是很聰明的 因為GTS在估駕 確實還是跟S4不同一個檔次 雖然說我們知道它的引擎是一樣 連這個發動的聲音都一樣 我把跑牌打開來 我不瞞各位說很接近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接近好不好 然後呢裡面一個幾皮的一個方向盤 GTS的方向盤就是這樣子 有一個方格方格方格 但是就沒有按鍵 對 所以按鍵是這種最傳統的這樣子撥 這個有意好沒兩好 因為GTS方向盤就是 這邊會是鋁合金的方格 然後呢 免鑰匙在這邊 然後這台車沒有定速 這一台車不需要 跟在馬自達後面 你坐馬自達 怪不得你塞車 它這台車前面還有這個 Apple Carplay的功能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接近 一般正常人使用的車 就是買回去不用再改東改西了 像我們之前祥哥的911 它就有去改Couple A 它那是改的 對它那是改的 這邊就有Couple A 這個系統 但是我覺得這個系統 稍嫌可惜的就是 因為它已經2022的718了 它沒有換到992 或是Panamea最新的那種 有點比較方長的那種 大螢幕 對這個其實是 舊款保時捷PCM的螢幕的系統 但是它有觸控 一點些沒有跟上它外觀年輕的感覺 然後這個 妹妹拍照必備 GTS頭整 挖一下 挖一下 挖一下自拍 GTS自拍 男生這邊也可以拍 雖然說它是718 沒有911 經典五環 但是中間這個GTS 但是這樣子拍 拍一個這個GTS的感覺 它搭手錶 你這樣太弱了 我沒有百達斐力 我不行 你看這個拍起來的感覺 你看多漂亮 看了就是賞心悅目 好不好 然後呢這一代的跑車技術操件 除了上面有時鐘之外 這邊還有這個痘痘 相信這個威爾鋼模式 大家應該是很熟悉的 中間還有一個超增壓20秒的一個功能 然後呢開篷關篷在這邊 然後這個跑車排氣管 PSM的這個底盤 在這邊 雖然說450幾萬 但是裡面就一模一樣啊 400多萬的車它這邊還是選這種 就是軟直樹腳的 但是我相信 開這車的人可能沒有到很在意這個吧 那講那麼多要上路了嗎 好喔 上路試一下吧 來試一下 還是得上路開看看 那到底有沒有450萬的價值啦 沒錯 好啦我們先用一般標準模式 享受一下這個徐徐的微風 我覺得帶給我的感覺就是 很好上手 其實不瞞各位觀眾說 其實我是一個會開快 但是我自認我沒有什麼很高的一個技術 但是這個車就是我們講一個彎道神器 可能剛考到駕照 或是可能20幾歲 可能也沒下過賽道的人 其實馬上一開這個M的車就會覺得 我好像可以開很快 會讓你覺得說你自己好像很厲害的感覺 就是很好很好上手的一台車 然後你看我們現在把棚打開來 吹著這個風 這真的好舒服 來到這個夜總會 準備嗨一下 沒有啦我沒有那麼低歌啦 好啦是時候解放它的靈魂了吧 可以 它雖然有排氣管 但是它不是這樣 砰砰砰砰 它很低調 它是這種 我覺得它沒有到很大聲 我覺得觀眾可能還聽不到 它有那種重低音的效果 很像那種 砰砰砰 完了我現在講了這一嘴好車 我現在騎不一定 起來那個光陽G5 那個阿伯 這阿伯其實騎很快 在地的 在地的 這很像我們去北漁遇到那個買菜車一樣 對 你看這阿伯 它都有壓 其實不慢 對啊 沒有我們安全為主 我覺得它在處理那個坑洞的部分 它不會讓你拖泥帶水 你路面是怎樣來 你就是怎樣接受到它 壓到多少就多少 對 沒錯 所以你可以很好的去掌控你的車子 你也知道它的極限還非常多 接下來我們擺脫我們的光陽G5 就可以開始Push了 其實我說實在我覺得這台車的動力 那是這種Turbo的引擎 一出彎 尤其是它這種三四千轉馬上再補油 它那個力道給的真的是 真的是很強 它出彎可以很快 它不用像NA那種車要維持很高很高的轉速 然後它要有一些些技巧 就是NA的車我覺得開起來就是 你彎中的速度不能太慢 你要維持它的轉速在 但是這種車就是對於說 我這種自以為有點屌 但是又沒有太屌的人 你像它這種一出來你看這種三千多 馬上踩一下馬上速度就出去了 它扭力峰值馬上就到了 扭力它是有一個平原在的 但是我覺得就算沒有開很快的話 你這種偶爾載著妹子啊 載著老婆啊 這種開棚我感覺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開棚真的好爽 開過一次就回不去了 我覺得Kamen真的 以整體流線感來講 Kamen確實比較好 因為Boxer的敞篷是我們講 就是開棚完之後會有點凸頂 就它沒有什麼像Taka啊 有陀峰啊 或是說是白的這樣 它沒有這個流線 對對對 它踢打往前跑 踢打還是在前面嗎 它在前面它海放你了 我今天被光陽G5海放 又被踢打 還不是踢打Turbo欸 它其實彎速蠻快的 其實會來這裡都是在地的 真的喔 比較少外人來這邊跑 我覺得你轉彎的時候 它會轉進去耶 車子會救你 就我們講這種MR的車是 好像人家說可以把車子丟到車彎到裡面 沒錯 重心很低 然後又很靠中間 你人就是坐在它引擎上面 你在丟彎像剛剛是下坡對不對 對 丟彎的時候它前面的重量沒有那麼重 所以它前面的極限就會比一般的車子還要大非常多 喔 阿佑這一波精闢分析 但是就像你講的 你要是極限一Push超過了 就有點危險 人家說很難救回來 對 我現在上坡車手喔 可以喔 喔幹 所以我沒有對向的車喔 沒有沒有 這怎麼那麼好玩 對啊這裡很好玩 要煞喔 這很好玩耶 下坡要小心喔 我就只是要簡單這樣 外 內 外 內 它都不會推耶 好厲害喔 欸很爽耶 再一圈 再一圈 而且我覺得它給我的感覺是 就是我們一般有的時候在開一些很快的車子的時候 嗯 其實你會怕 嗯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開完我很常流手汗的人 欸乾的 我剛才開我沒有很緊張 有一些車子是直線很快 嗯 一看到前面彎道馬上要倒快到心裡會怕怕 你說靠北要轉彎要轉彎 會覺得你煞不住 對然後會想要提早煞車 然後想彎速沒那麼快去過 啊我不會講啊 反正我不是專業的菜車手 等一下下一球我們給阿佑看一下 我覺得我不會開比你快耶 我坐在副駕已經覺得你已經好快了 真的 亂講有嗎 你不要這樣啦 我又很小 真的是十一般 哎呦你不要嚇到我喔 媽媽我看你你啊 我都會很緊張耶 等一下我什麼都還沒開始做 我都會覺得好恐怖喔 感覺是它小了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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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哪 我 看你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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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 太小了 太小了 看你哪 啦 我回家 我要回家 我不要汗耶 靠北喔 還是我手全部都吃嗎 可是我覺得我跟你開得差不多快 屁啦 這次很好開對不對 真的很好開 你再開一圈 我再開一圈 你再開一圈 我聞到那個煞車的臭味了 這次大家都說會失控 我真的不知道這失控到底 其實我剛剛也有滑起來 我覺得它還是好控的 RUN2 再試一圈 看你怎麼要吃 看你怎麼要吃 真的很恐怖 你真的看你腦絲耶 它會救你 你只要防滑有開 基本來講 你甩起來 它也很好救 我發現我跟你最大的差異就是 因為你用手動換檔 喔對啦 你都push到那種7000多才換 因為我是踩 然後我沒有手動換 因為我沒有時間換 軌道車的感覺 你越開你會覺得極限越多 我覺得為什麼很多人說 MR不好救 是因為它極限抓太大了 它真的 因為它的極限放 Range真的太大 極限太大 所以當你已經突破它極限的時候 就一發不可收拾 對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像我們剛剛下坡的時候 知道很緊的煞車距離的話 因為它真的會讓你感覺說 你就算在那邊開150 它也可以瞬間降到 可能780 然後直接丟進去 它都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是 我不確定到底開150 到底有不OK 我剛剛也是大概只有開100 左右而已嘛對不對 120幾 沒有吧 真的100 我有看到120幾 這是比較激烈的操駕 我們接下來到市區 看一下它在市區代步起來的感覺如何 OK 好 那市區代步的話 我又先把它切圍到一般模式 因為現在前面剛好有破例是大的 哈哈哈哈 其實一上路感覺很明顯 就是它的換檔 平均大概就是每10公里就換一檔 也就是40公里就跳到四檔 50公里就跳到五檔 所以平均轉速大家可以看 現在大概50公里左右 轉速大概在1400-1500而已 很低耶 算是非常非常非常低 可是你這樣踩起來會感覺很笨嗎 不會 不會很笨 腳踩的這個回饋的感覺 是扎實的 雖然說沒有到V6那種感覺 但是你會覺得說 踩起來不是那種四缸 那種就是空空軟軟的感覺 就是說雖然說它是四缸 但是它踩起來的回饋感 是很好 我覺得跟它變速箱有關係 因為這種雙離合它就是最直接的 對 它沒有扭力轉換器 而且我覺得 這種PTK變速箱最聰明的就是 像我們現在有點微上坡 你看7-80公里 它要讓你維持在第五轉 讓你上坡的時候 它變速箱就是偵測得到 你現在需要比較強的扭力 它轉速會拉到一點 對 它會自己再往上拉 我覺得跟阿佑出門 我不自覺也突然專業得起來 哈哈哈哈 然後呢 剛剛本來是說要走四缸 但是由於我本人 是個路痴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就跑到國道上來了 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一下如果國道上 沒有關棚是什麼感覺 很舒服耶 其實正常國道如果開棚會被拔嗎 不會啊 應該不會吧 沒有這種事啊 應該沒有這種事啊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100耶 對啊 沒有風沒有什麼進來的感覺 大家看一下我的頭 還很漂亮 還很漂亮 還是很舒服的一個狀態 他有在幫你梳得越來越漂亮的技巧 靠腰 啊 山伴啊 有啦 賠過了 回到市區了 有有有有 所以剛才那是國道嗎 但是由於我本人是個路痴 沒有 沒有 沒人在意 沒有男生剛剛有回頭 男生有 我就說這種會回頭的一定是阿伯子或是男生 好啦 那市區剛才開了一小段 感覺上也是舒適的 不會虐待你的屁屁 好不好 就換檔也是OK的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718GTS超保值神車特輯 好不好 再跟大家重複一次 它是2020年出廠里程速7828公里 白色的車 新車價格選到來是453萬多 最終跟我們新店的元大哥 這次收購的價格是393 我相信是一個非常非常合乎水準的一個價格 那各位好朋友們還有什麼車想估的話 歡迎在這邊按暫停 可以掃瞄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或是用LINEID搜尋打小老鼠H1GDA宏達 就可以找到我們估車 行造車到船上來 絕對是合乎行情的水準 往上加加加加加 好啦 要想要估車 記得找我們喔 我是畫人頭彈 主播生畫哨 我是阿佑 我們下次見 掰掰